台北市勞工局最近開罰了第一起懷孕教師被歧視影響工作權的案件 有兩名日僑學校的老師懷孕了 卻遭到學校以要照顧家庭為重作為理由 將他們一個人解聘,一個人轉任兼職 最後台北市勞工局認定日僑學校涉嫌歧視懷孕 被重罰二十萬元 專門教育在台日本僑民子女的日僑學校 卻發生歧視女性工作權的事件 兩名在學校服務多年的老師因為懷孕 校方就已生了孩子後 有照顧家庭的責任 要將他們從正式契約轉為兼職 不答應的後果就是直接遭到解聘 這位領導師說 學校還提出台灣沒有育嬰留職停薪制度的理由 拒絕他們的申請 立民老師只好答應轉為兼職 不過在勞工局介入調查後 校房又聲稱是老師表現不佳 卻又無法提出具體證據 因此勞工局平易認地 日僑學校已經涉及懷孕和育兒的歧視 嚴重漠視女性工作平等權益 因此重罰二十萬 他有跟我們講他的教學的情況 可是老師也提出很多 他被滿意度很好的那個證明 所以學校我們覺得比較嚴重的關聯性 是跟懷孕有關係 這也成為台北市接獲教師申訴開罰的首例 對於這樣的結果 女老師感到欣慰 也將考慮走法律途徑 尋求賠償 而日小學校則表示 需要收到勞工局正式公文 才會作出回應 藉蔡明 劉翰林 台北到